今天是12月17日 我们这的气温黑龙江已经达到零下29、零下30度了 过两天就是下周就零下31、32度了 天气预报 早晨启动车子真的是非常的难启动啊 电池有些都没电了都 状态不好的都得需要遭救援了 知道吗 而且大家一定要热车再走 不要大刀车就走啊 一定要原地热车 像这样的温度最少得五分钟以上 自己都掰不开镊子了 都强活 还扯着弹干啥 网友留言 小胡子因为平时喜欢出去溜度玩 本打算35万买福特探险者 都说市区挺好的 可是朋友建议让我去试一试长城坦克500 说更好 小胡子你给分析一下 谢谢 没一个省油的玩意儿 不差钱 可以买 探险者真是油耗12个 开的猛一点 到了冬季15个都是他 还好只休假92号汽油 坦克500 油耗平时就12个到14个15个之间 你要是开的猛一点 还会超出这个油耗 你还别认为这个车费油 我告诉你这个油耗是正常的 人家是正八景 带大龄非承载式车身 搭载3.0T6高级双涡轮增压 这个油耗是正常的 那坦克300 丰天普拉多 只要是非承载式车身 越车子就没有一个省油的 而福特探险者 它是承载式车身 属于城市SUV 一个后驱动车子 重置平台打道 和飞行家通平台 它匹配的是 伯格华纳的四驱系统 KC的前后轮50比50的 动力扭力匹配 所以它的四驱脱困能力 要比一些普通层次SUV 要更好一些 根据你的需求呢 要是不是玩高桥路越野 你就选叹心者 就足够用了 平时代步上下班 干什么都好 偶尔出去路都玩 走一些轻度越野路面 非扑装路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通过能力 四驱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是你平时有 我就要玩个高难度越野 比一些极端的路途面 那你就选坦克500 坦克500的发动机变速箱能用度 它的越野透控能力 可以说比普拉多都要好 我跟你说 在咱们国产里 能做把越野车做的好的 我跟你说就是长城 知道吗 从它的皮卡呀 哈佛S9 坦克300到500 乃至插混 它做的都是非常优秀的 并且你想三人多二 想买个正八点的越野车的 唯独长城汽车 能满足你 而且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知道吗 做越野车吧 一个寻架底板是非常重要的 长城在这方面还是强项 还是非常优秀 非常不错的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中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